政府宣布委任警務署副署長趙惠賢女士出任申訴專員 我認識趙惠賢副署長很久了 可以這麼說有很多案件 可能是高級督察警司一直都認識的 在不同的範圍 當他升任了總警司或以上助理署長 在做海事處 水警那邊 總區 一路上去都要更多接觸 我只能夠說就是這樣 趙惠賢副署長 警務署 我相信他是一個很能幹的人 也是一個在警務工作裡面很出色的 我完全沒有疑問 不過我對於他出任做申訴專員 我是有點保留的 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認識申訴專員的工作 其實最重要就是去阻止或者改善政府的一些很官僚的習慣 你見到他們的宣傳物品也好 就是打破官僚 甚至有什麼灑太極 不是特別去辯民 或者是以市民的方便為依歸 很多譬如做開的就照做 這些就是我所說的官僚體制 但是因為我坦白說認識了趙惠賢這麼久 我真的覺得他是一個很官僚的人 坦白說我認識的警察真的很多 我覺得他差不多是我認識的裡面 是最官僚的幾個人 你記住我這三十年二十幾年的 立法會保安事務接觸 是無數無數這麼多警察 當然我只能夠說 我希望趙惠賢過去做申訴專員 他知道他現在是另一頂帽 以前可能他在警務署 他是很官僚的 差不多說什麼呢 說完又說重複又重複 差不多你想去彈性一點 處理一些事情 而我覺得是 我不是為強人所難的 他都不行的 什麼都不行 A又不行 B又不行 C又不行 C又不行 你想一下有沒有什麼可以 想完都是什麼都不行 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這樣 所以我之前就說 這個可能是警務署 給他一個很重要的訓練 認為很多要按規則 批法就是這樣 我講的不是說 他有這個案子明明不對 他拘捕人 沒有東西就拘捕人 或者有罪又不告 不是這些事情 而是講的 很多是 可能是開會安排 可能是叫他某一些見面 可能是可以幫這個家屬 做某一個事情 而不是牽涉到什麼 告與不告等等的問題 甚至可能是 在一個合理的範圍 可以披露多少少的案情 讓那些家屬可以釋懷 或者怎樣怎樣 什麼都沒得談 就是 是一個 好按規則 絕對按規則 想都不想 會有任何彈性的人 所以呢 我就 只是希望 既然 政府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委任了他 我只能夠希望他 就是 既然已經在另一個崗位 所以 這個崗位是用我來破除 一些漏集 破除一些很官僚的作風的 希望他 能不能夠 看看考驗一下他 能不能夠 可以 轉一個腦筋 轉一個角度 為市民 做得好 但是我自己坦白說 他一開始 我就不會太大信心 也不會太大期望 因為他本身幾十年 做了幾十年 做了幾十年的人 都是這樣 而我接觸裡面 我也覺得是這樣的 我只能夠 如此告訴大家 大家 大眾 當然 我可能 看錯一個人 就是 原來他突然間 一轉了崗位 哇 全部什麼官僚的想法 全部轉了 OK 我希望我 錯了 他能夠做到的 我覺得這個是市民的福氣 不過 但是你問我 一開局 我就不會抱予很大的寄望 也不會 覺得是很好的人選 我就不會這樣說 對不起 好 看看有什麼問題 OK 講台語 可以